大家好,我是丹兵尉 很多人最近在討論乙和氧綠這次的你 但是乙和氧綠真的這麼好 首先,我們為他們關風網站的三大塑球 開始崩潰 在福祉跟車諾比的事故來看 社領災害是人類力最強 最接近世界沒力的威民 而且在本社來說 高級學肥料的處理在後米各國 都是真貴和很難處理的問題 核營包括到鳳梨、太陽營、海條和核營 這是可以越來越進步的 但絕對無法包括燃圍、風險和天災 無法收拾的核營 再生領案是主委優惡有過多開發的地球最后的鐵路 台灣都這麼年輕 現在經過需要透過開發和研究 讓無法收拾的核營慢慢收拾 看完了以貴用力的三大塑球 我們繼續探討到面對飛雪 可能的三星的三大塑影 經濟離空一七年 零元共的統計 全國發展的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七是生命 如果你要使用以貴用力的方案 它的降價到四十八而已 如果你要使用飛雪加分的方案 它的降價到二十九八 其中的差別 就是用負擔較輕的天然氣 來代替到負擔較大的生命 如果要使用以貴用力的方案 就表示我們除了身體要面臨的核營的方向 我們的氣勞也並沒有比較輕鬆 離空一七年 台灣缺電率低於六%的時間 有百分之四天 但是要恭喜大家 因為離空一七年 是台灣缺電的最后一年 離空一半年開始 缺電低於六%的時間 自存二十九天 甚至一六月分以後 每一日都關於六% 也就是我們的靈緣殊擁有效率 越來越穩定 越來越穩定 世界上想要擁有核營的法國 都在離空一一年的時候 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他們的政府 也進行在警戒嚴格的 庭檔方向兵國報告 有很多金融大樓 跟統帥大門店的建築結果有問題 也是去人 也是住在那裡 富裕馬的安全嚴守 有問題 也是怕 也是在那裡 那些人 那些師匠都是人 都是家庭 都是人生 不是送禮而已 學術的工廠 目前有五百十二驚的 為幾十驚 失火 泡水 停電 都發生過了 你怎麼還相信 將死的台灣 有主教說自己的技術 準備好了嗎 藝術用力死的你 聽起來很像有很煩惱 但是這個像 教委和所理 都已經不去檢驗 如今 他進入了公道 想要用電涯法 來做到商品 一不少你 就要頭頭過關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 不如意到困難 都可以笑笑就算了 但是這票絕對不可以算了 因為台灣是一個小党 而且多大多 這個case就是不同意 不是說真的嗎 把車的用心 說真的嗎 是不重心 但是這會兒 我們是不重心 就是 不重心 這會兒 我們是不重心 有什麼事 你不重心 你不重心